9. 原始点 原始点是经临床时证的病症起源处 它们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 各涵盖特定区域共同作用于全身 在这些部位找到较痛的点称为原始痛点 按推此痛点 若有病症则可分辨其体伤是属于它处还是本处 并可改善其中它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若无病症亦可防患与未染 所以原始点也是诊断治疗与保健合一的大开关 为什么原始点既是诊疗合一 也是保健合一的大开关 这里是不是写得很详尽 其实在调音篇我们有没有谈到 它也可以达到自卫病 有 其实已经有讲了 所以这里只是再把它融缩 进一步再谈出来而已 好 我们继续看第二段 身体是由热能及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 且需圆如空气、食物、水等才能产生作用 组织包括肌肉、肌腱、韧带、筋、血管、血液、神经、骨头等等 器官包括心、肝、脾、肺、肺、肾、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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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 包括热人这样不断推动 他就能活 他要靠外面的空气 阳光 水分诸如此类 他才能活 要不然你不信 你断绝外延最好的方法 就把鼻子跟嘴巴捂起来 那这样你能活吗 当然不能活 所以可见生命 他能活一定跟环境有关 那这个环境也会影响到 你体质的变化 好 那环境没问题了 这些 那再来你身体还要考虑到的是 热人 还有什么 组织器官 这两方面 我们说生命之所以能维持下来 一定要靠什么 组织器官运作 他才能维持生命 但组织器官要运作 后面必须还要什么 热人来提供他 如果热人不充足 不能提供他 他运转出了问题 对生命会不会有影响 也会 所以很显然 他还要有热人推动 所以我们原始点一路做下来就确定 为什么我们说疾病只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组织器官运作层面的体相问题 一个是能量层面的热人不足问题 就可以归这两类 那我们在考虑这个生命的运作的时候 必须也要考虑组织器官还有热人 那组织器官这一部分 西医是他们的长相 因为他们的解剖学很厉害 包括组织器官在哪里啊 这不是中医人像他们那么清晰的 这是西医的长相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长相 所以他们最后会怎么样 走向医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研究这个组织器官怎么运转 然后如何应用外面的药物 来改变它的运作 来达到重国解诊 解除症状的目的 所以很显然 它最后走向重国解诊 还有怎么样 强调药物的成分 去改变组织的运作 那就是走向西方的思维啦 那因为中医呢 中医比较着重在保健 我不是说一针二灸三用药吗 灸跟药 它是属于保健还是医疗 保健嘛 所以后面两项都是 那原始点 着重在保健还是着重在医疗 保健 所以反而很看重后面那个热能的问题 这个热能才是重点 但西医有没有热能的概念 没有 所以他们组织器官或解剖鞋非常厉害 但对于热能它却完全一片空白 几乎是空白 所以他们的研究 常常解剖鞋是从活人身上解剖还是死人啊 当然是死人啊 死人解剖活人谁给 愿意去做实验品给它搁来搁去 但是也很难说嘛 你们观念不清楚就是被实验的对象 是吗 好 那疾病要解决 它会出现在生理下不外就是 症祸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医学要解决症祸状 我问各位死人有没有症状 没有啊 那医学是治死人还是活人 所以是治活人 不可能 死人像我看病看那么久 也没有一个死人跑来诊所敲门的 是吗 很显然就是治活人 那病人当然是活人 所以你从死人身上 怎么可能找到答案 所以你就会落实掉一个 很重要的体质问题 那这个反而是中医的强项 也是原始点特别重视的 没有热能一切动不了 最后生命也是在靠这个热能 在补充 如果没有热能是纹死的 那原始点的发展 也是着重在热能 你看如果没有热能人就死了 那如果从我也学习 从死人身上找答案 然后每一个柔 你痛不痛啊 他会回答我吗 他不会回答我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开关 所以柔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还是零 我还是找不到答案 所以原始点 他之所以能研发出来 是从死人身上下手 还是活人身上下手 活人啊 中医也是从活人 这样一路累积经验 而把很多理论 临床实际的 把他洗下来嘛 那西医很独特 他竟然从老鼠 从死人身上 就可以以为可以反映到 真的活人身上 那很难达到 所以他们就 肉丝掉最重要的一个 热人的概念了 那因为肉丝掉之后 他们就开始不相信人体 为什么 当你运转不顺畅 他就以为 就是组织器官的问题 然后就去搞组织啊 器官啊 甚至动不动就开始手术了 是因为他不懂的 有时候这个组织运作不顺畅 是因为怎么样 电力不够 也就是热人不够 所以才产生的 他不会这么想 所以只好用药物去控制他 强迫他的运转啊 甚至阻断他 让他没有信号 就不会痛了 类似诸如此类 然后甚至严重一点就开刀嘛 那这样发展出来的 就慢慢走向 组织器官运作 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 就更深入了 而慢慢走向 这个组织运作层面的 从国解症而重视成分了 那为了改善热能 当然就要重视什么 药性 温热药性 就是内外热源 那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念了一大堆 什么组织 什么器官呢 我就是叫你们多念几次 好好注意 这些如果不小心一下子就被割走了 可是可惜啊 补不回来了 有时候西医跟你一个肚子痛 可能离里面组织就去掉一些了 比如你得肿瘤很可能你的子宫软槽一下子就被割走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 西医常常讲 反正留着也没用嘛 年纪那么大了 我帮你收拾收拾 他们常常会讲这种话 或是你扁桃腺炎 那个扁桃腺炎也是多疑的 要不然利用这一次我帮你割割 以后他就没有扁桃腺 没有扁桃腺就不会发炎了 那你盲肠炎也是啊 痛起来 哎呀盲肠那是多疑的 那利用这一次肚子痛 刚好我帮你割下来 啊以后没有盲肠就不会有盲肠炎 是不是这样 是啊 所以我叫你记得我讲 母亲生给你的任何组织器官 没有一项是多疑的 每一项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母亲给你们的 绝对是最好的东西 不要听人家讲 那个生出来好像妈妈很不会生 生出很多多疑的东西 让他们割来割去 这个绝对不可行 所以身体法复受之父 要怎样 不可违伤啊 这个观念一定要 要重视自己的身体 不能轻易被割的 所以就叫你们多看鸡眼 就是哎呀这些东西 很容易被他们一说就没有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相辅相成 在热能的推动 及重源的辅助下 共同维持着这个生命体 当这种相互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致病之源的破坏 其形成体伤而导致症状 可见症状是由热能 及各种组织与器官 运作失调形成的体伤 所导致的 虽然与单一组织 或单一器官有关 但任何的单一组织 或单一器官即使有异常 都无法单独运作 形成体伤而导致症状 这个我们在前面 就已经讲的很多了 像编音篇里面就讲 体伤会不会影响热能 热能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 都会 他们彼此互为影响 因为彼此互为影响 你生命才可以活下来 不能说没有热能你也能活 没有组织器官运作 当然你也不能活一样 所以他们是互为影响 那既然他是整体这样运作 在维持你的生命 你就不能说 能活下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心脏 那你不能这样说 难道其他的脏乎 没有关系吗 好 那就只有一颗心脏 我看你怎么活 所以他是整理的 同样疾病也是一样 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疾病 是由某一个组织引起 或某一个器官引起 他一定是怎么样 整体运作出了问题 才产生的 你即便组织器官都没问题 但热能不够电力不够 就像我们用电脑 有时候当机 难道是电脑坏掉吗 也不是 有时候电压不够 电力不够他就当机了 对不对 有时候电灯一闪一闪的 原来是电力不够 电力够了 电力来了 他就又恢复正常 有时候是这样 所以组织运作器官 没有热能来提供 他不可能正常运作 就会出事 所以他们彼此影响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疾病 就很清楚 西医常常说 哎呀你胃痛 是由哪个组织器官引起 有没有 他们去找异常 哎呀你胃癌引起的 或血管狭窄才引起头痛 血糖 因为有血糖 所以你糖尿病很多症状 是由他引起 不能说单一的 我们说疾病的产生一定是怎么样 各种因缘合 不可能单一会产生 从理论跟实际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路研究组织器官 反而最后走向怎么样 单一的学说 那单一的学说 就离真相越来越远 我们远的不说啦 我们也可以举很多事例 因为如果是真理 不止医学可以用 一般事物都可以用 我记得喔 那眼睛里面有一个故事喔 他说像火 火会产生 它的一定有各种因缘 火性无我啦 既已诛言啦 他说有一个人喔 从太阳光照射下来 他拿一个放大镜 然后再照照照到爱草 然后火就产生了 然后他就问 这个火的产生 是不是太阳光引起的 他说如果是从太阳光来的 那太阳光经过很多的森林 那他如果是火 那不是整片森林都烧焦了吗 但是问题森林也没有烧焦 可见这一把火 不是由太阳引起 对不对 可以确定了 不是太阳引起的火 那是不是放大镜引起的火呢 也不是啊 如果是放大镜跑出来的火 那你拿着为什么又没有热 不会被烫到 那镜子为什么又不会融化 可见也不是这个放大镜引起的 那这个火是不是爱草自然 引起的火烧起来呢 那也不是啊 因为如果爱草会引起火 他从小就难烧了 他怎么会长大 那现在如果他会难烧 你也不需要拿着放大镜 对着太阳然后对焦 他才产生火嘛 所以他可见也不是爱草 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太阳 那这个火就能产生啊 也不能说没有放大镜就能产生嘛 也不能说没有爱草 那你放对着石头 它也不会难起啦 所以可见这个火是怎么样 各种因言和合而生 而不能说这个火是由太阳引起的 或是放大镜引起的 或是爱草引起 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疾病也不能说 哎呀你这个疾病是胃癌引起的 或是你这个是肠瞻炎引起的 盲肠炎引起的 那就是把它说成怎么样 单一了 这个单一肯定是错 很多现象都是这样产生 很多疾病也是我说的嘛 单一的因单一的炎也不会产生 一定要盐跟因怎么样 合而俱足了 你才会产生果嘛 所以整个理论都是这样 世间法也是这样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食后味道 食后就是盐嘛 一定要有恶因恶严 然后才产生善果恶果 但是中间还要有一个炎 所以都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 就在指出现有的医学 把疾病说到说 按某一个组织引起 某一个器官引起 这是很危险的理论 根本以事实怎么样 相背离 那我们下一段 就是直接举出 从解剖学的角度 来举出实例 这个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举例来说 身体疼痛与神经传导有关 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 不仅神经 需要血液滋润 血管 肌肉等组织 也要加入运作 但即便如此 如果心脏不跳 神经仍不能传导 以此类推 可知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 此外 要是没有足够的热能 维持组织器官的运作 也是不行的 可见 痛感的产生 牵涉到整体的运作 这就是 为什么按推原始痛点 可以激发体内热能 及各种组织器官的运作 使其所影响的区域 增强自愈力及修复力 从而达到解症的目的 此与中医阿氏血疗效 之所以显著的原理是相通的 并与针刺穴位 产生针感 获得疗效 亦相仿佛 所以 为了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必须顾及全身的运作 不能只从单一组织 或单一器官的异常下手 你说痛是由神经传导 如果没有神经传导 当然不行 但光有神经 你没有血液资认 神经能不能发挥作用 那不可能嘛 我们一想也知道 那血液要资认它 如果没有血管 那血液怎么跑 没有血管的血液 那等于血是事件的 乱喷的 那怎么来资认神经 这个也不可行 那没有骨头把它固定也不可 它能够正常运转 那如果它都能正常运转 心脏不跳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嘛 也不可能 所以它要有一个正常的 传导那个痛 它必须要各种组织器官 甚至还包括热能去推动它 它才能产生的 不可能是单一的 我记得那个 那眼睛也有一个故事 他们说 问了眼睛能不能看得到 如果眼睛看得到 我就问你们 死人有没有眼睛 有 那它看得到吗 如果它看得到 怎么叫做死人 可见光有眼睛是看不到的啊 了解吧 所以这个就是单一的 绝对不可能能够发挥功效 它背后一定要有什么 组织运作 如果那热能推动嘛 所以我才说这个才可以 所以背后一个功能的显现 它一定要有各种怎么样 各种因缘和才能产生 任何一种事物一定必然是这样 没有一种单一的因就等于果 不能直接这样画的 这个太简历了 而且会有容易出问题 就好像女人一定有孩子 我每次看到一个女人就以为她加油了 一大堆孩子了 那事实上很多是生不出来的也有啊 是不是 所以因未必有果 一定要因缘俱足 果才会生 这是确定的 好 所以我们这样进一步再来探讨 为什么原始点 我说按推原始痛点 它会这么有效 而特别要找出痛点来 而痛点只要一按推 它效果特别好 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说它按推原始痛点 又称他处体伤 也就各种组织运作失调下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称为体伤 对吧 好 那我按的是 各种组织运作失调下一个状态下的 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可以让整个组织运作怎么样 重新动起来喔 我按的是各种组织器官喔 都运作喔 包括热能也参与喔 你们信不信 信 你们只要说原始点都相信的 我知道 是这样吗 不是喔 是我有我的道理 为什么我说按的 它组织器官还有热能都动起来呢 我为什么敢这样讲 因为我找到痛点对不对 那这痛点一案 我问各位这个痛从哪里来的 要不要神经传导 要不要血液之论 要不要血管参与 要不要骨头有骨架它才能传导 要不要 要不然就趁一团肉球了 也不能传导 要不要五脏六乳都参与 要 后面没有热能它能够吗 不能 所以你看 这就足以证明 我按的原始痛点 几乎已经 各种组织跟器官 还有热能都怎么样 动起来了 所谓特别有效 道理就在此啊 这也是为什么孙思苗讲的 阿四蟹比十四经络任何的蟹位 更加有效的道理 好 那再进一步再来讲 好 经络蟹位比不上阿四蟹 但是它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补足的就是 它虽然没有找到特别的痛点 它是找位置没有错 那在这个位置它用针 有没有 然后针是做什么用呢 体擦 连转 来产生针感 也就是这个针感有可能是 酸 麻 脏 痛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针感 你扎下去像豆腐 它也没有感觉 你也没有感觉软啪啪的 这样有没有效 学中医的都知道 你不得针感没有效的 那为什么要有针感 就是产生那个痛感 脏感 麻感 那这个感觉从哪里来 从神经 血管 血液 五脏六腑 包括热人 是不是就动起来了 那刺激的动起来之后 身体就可以进行修复 所以它虽然没有找到阿四蟹 但是借助针来把它强刺激 最后也会产生怎么样 效果出来 只是这样的效果 比不上身体自然反应出来的 那个痛点更加有效 因为痛感 你根本不用强刺激嘛 你只要找到痛 特别痛 你按一按 它就有效了 那所以一般人 为什么比较容易接受按推 而比较不容易接受针刺 因为针刺太酸脏 那种感觉比较不好受 对不对 我当医师我问过很多患者 我因为我以前也针 也帮人家按推 我问他们喜欢哪一种 大家不能统计起来 多数还是比较喜欢按摩 抹擦机 而不喜欢针刺 那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中医要有找阿四蟹 还要针灸 要针刺蟹味产生针感的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效果那么好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所以这一段就在讲这个 那进一步再来谈阿四蟹的问题 也就是原始痛点 好 我们看下一段 至于病症所对应的原始痛点 不一定只有一点 而是常有多点出现 这些痛点都要按推 以激发体内更强烈的运作 来修复它处体上 虽然具体痛点位置 常会有所变动 但一般都不会超出原始点部位 由于原始痛点所影响的区域范围 非常明确 因此 只要在此区域范围内的病症 是他处体伤所致 经按推原始痛点后都会改善 但一旦离开此区域范围 其影响力就会随距离而递减 直至消失 经络理论发展到唐朝孙思廟之后 那孙思廟的理论虽然是创新的突破的 因为经络理论说实在啊 太多人研究了 但是它里面的穴位还有14条经络 我常常讲困死了多少英雄豪杰 在这里面跳脱不出来 我看真正能跳脱出来的 真的很少 那孙思廟就是其中最代表的一个 那它的阿四穴虽然这么有效 但我说的唯一一点就是很难找 那之后就没有人再研究 那以原始痛点已经都可以找出来 我发现原来阿四穴 你一个病症产生 也许它的阿四穴啊 不是只有一处喔 也不是一个点喔 对不对 譬如说手腕痛 它很可能它的阿四穴在哪里 手肘对不对 也可能在怎么样 肩部都有可能 那它这两处 它的痛点也不一定只有怎么样 一点有时候好几点 甚至相串联成线都有可能 那这个事后人就没有再研究了 那我们把这些原始痛点按了 然后看它反应到哪里 哪里的症状可以改善 我们慢慢就区分出来 原来都有规律 人原来竟然是这么 这么逻辑性这么高的 譬如说你按这个 这个手腕 它的区域竟然管到手背 而不只像经络的六条 手三阳 手三阴 你没有划到的它也怎么样 管理到的 我们每一处原始痛点 都是立体的喔 这个可猛啦 比如说背后脊椎 按了前面也管 后面也管 下面也管 那不是又是立体的 到处都是这样 你看大腿的原始痛点 一按臀部啊 一按整个大腿立体式的 它全部串联下来 就管理到 所以很明显 它管理既是立体式的 又是有一个涵盖范围 而且理事不少 那超过了这个范围 又是别区了 别人管 但是它还是可以影响 只是影响的力量会怎么样 就小了 离它管辖区的范围超出去 它就越小 那离得越远那就更小了 只是消失喔 所以原始点 它其实非常符合 我们说的逻辑性 每个人的按都影响到这样 你只要同步按 它一定顶多就是 最有效的区域就是 跑到脚踝 那你脚踝按了 就是足背跟足底 很明显 那脚趾头就是足背 跟前段的足底 它也可以管理 虽然都有立体式 但管理的区域 又非常明显 直至消失 那我们把后面 这一段也念完再说 因此 原始点 大多紧临其影响区域上方的骨旁处 以利于传导 且距离患处很近 有利于解症 故能于此位置 不论已病或未病 经找出痛点按推 其过程 不仅可以快速诊断出 病症的体伤位置 还可以达到治病 与防病的目的 所以 原始点不但是 病症的起源处 也是诊断治疗 与保健合一的大开关 所以为什么说大开关已经都讲得很清楚 因为它都在症状的上方 有没有离症状很近 它传导由上下来特别快速 由下而上的太慢了 我们这样一路做 在人里按按推 发现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开关都是往上找 除了哪一处例外 头部 因为我说头部实在没办法 你头痛 那往上找虚空 那不可能有答案 所以只好怎么样 往下找 那就再而后 除了这个例外 其他都是往上找 就能找到答案 这也是一个规例 那往上找是找最近的开关 而不是找更远的开关 最近它传导的力量 才能更快速 所以它最后发展出最大的开关 所以中间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年 就是不断去淘汰淘汰 那到了现在这样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你看喔 人体就奇妙 我们针灸喔 有一种针灸的同人图有没有 那个有站立的好像立体 人体图有没有 原始点可不可以做 做起来更漂亮 彩色哪一个区域 然后开关在哪里 你点一下 哇 这个看起来更科学性了 要不然你看那个人体图 画得很复杂 我一看我就头晕了 真的 又不容易紧 那我们的人体图 看起来是很有规律的 那哪个颜色开关在哪里 都可以点出来 所以以后送礼物就可以送人体图了 那它这里已经讲 为什么是诊断治疗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它既可以致病 也可以诊断出他处与本处 对不对 你还没有病 你就可以先按推 找出痛点 然后来防治疾病的产生 所以即可治病 也可以治疗 也可以达到预防 所以绝对是症状的起源处 所以它又是三大的开关 好 那我们原始点 大概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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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